男的情况下怎么样 他烤起来也好快好快的 不过这口感 做过了就知道他的浪漫 他甜蜜了 真的好快是不是 你看刘冰跟夏辉呢 给朋友们做了这个十个 那么可爱 超可爱的这样的鼠泥 那一定要给做给你们吃了 怎么做给你们吃呢 给你们一起过来 我们刚刚一直在热着 看这个温度可不可以了 你当心不要看 朋友们这样 不要这样 试一试 感觉我手没有办法 对它上面停留 那这个温度就刚刚合适了 但又需要那一月的 分分钟就搞定它了 然后打开它漂亮的锅盖 然后你会再次感受 手有点热气啊 过得手心了 就OK了 很简单 空锅 我不需要放水 也不需要放油 我直接的就把它一个一个 给它落下来 一大锅子 但是这样是不可以的 要盖上它这种特殊的 黄罐凹槽的这种锅盖 才可以 这样呢 给它放在这个大面 平底锅里边 小火烤多久呢 我不要时间啊 可以偷看的 那你烤大约的小火 四到五分钟 就可以看 诶 继续融化了 那我这个大黄啊 也凝固了 整个红豆呢 烹烹起来了 还有外皮 已经要焦的了 那个给火关起来了 亲爱的朋友们 留给你偷看了 三分钟的时候 我偷看了一眼 我这个啊 鼠鼻炒得真是超成功 相信你也可以的 记得打开圆圆机 然后怎么样 锅盖给它往上啊 一二三 起来 哦 已经膨胀起来了 很美 特别的样子 而且很香啊 很漂亮 很漂亮 我要试给我们朋友们看一下 来 你看一下我这底部 是什么样子的 看看它的屁股 你看 它是真真黄黄的 那就是这样 你咬下去的时候啊 它好多层的感觉 第一层酥酥 然后呢 吃到蛋黄的鲜鲜 之后 黏液甜甜的植素的味道 哎呀 好美 好美的 还有起司呢 起司融化了 是不是 很美 还有那几分钟啊 很短的时间 是不是 我们盛出来 来 好 朋友们 那这十个啊 是花朵一样的属泥啊 我考好了 我考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最后一步给它呀 美容 美化一下 好 刘斌一起过来 你看 这边呢 刘斌准备了这个 十锦的果酱 果酱 那我们给它进行一下加工 然后我们就给它淋上一层啊 淋上一层 你的味道 你会感觉 就不一样了 好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 都很喜欢这个精致的小甜品的话 我们一块去回顾一下 它是怎样做成的 烤起司属 你所需要的原料有 紫薯 红豆 牛奶 淡黄 起司和混冻片 调料是 糖粉 橄榄油 果酱和黄油 它的做法是 紫薯事先蒸熟 将黄油 淡黄 糖粉和牛奶 搅成粘儿 混入 将三张混冻皮 利用橄榄油 粘在一起 雷入小容器中 在容器里 涂上一层蛋黄 加入五成量的薯泥 再涂上一层蛋黄 加入红豆和起司末 火烧热 将薯泥放入锅中 以小火烤五分钟 起司文化了 即可起歌了 不然很想说一句话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你想啊 刚才这道菜的过程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手工服 真的觉得有点小辛苦 不过呢 当我把这个薯泥 吃到嘴里之后 我觉得真的好幸福 首先吃到的是 很酥脆的外壳 然后越往里 越甜蜜 是好多层的甜味 在一起 有些是很清淡的甜 比如说我们果酱 清淡的甜 然后呢 是薯泥 薯泥那种 很原始的甜味 混杂在一块 哎 总之是 甜到家里去了 谢谢大家